今天是李文的告別式 而三音新聞團隊也前進了香港殯儀館 可以看到外頭已經有花欄 還有李文豪有送來的花牌 包含了孫楠以及顏明熙 都是李文當時在中國節目上面 有合作過的歌手 那麼陸陸續續都有些設備 即將在佈置當中 花欄排了一整圈 曾公開讚賞李文歌藝的大咖歌手韓紅 還有藝人張惠妹 知名製作人陳振川都送來追到花欄 一旁花店老闆毛筆不斷揮毫 香港殯儀館附近 都是寫給李文的晚兒即花欄 來到香港殯儀館外的巴士站 可以看到這邊有李文的身影 就是有粉絲集資 總共包下了24個車站 以及一共是69塊的LED螢幕 來感念李文 全國的粉絲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懷念 台灣粉絲集結手寫卡片 陪伴李文最後一程 卡片我們有特別挑過 它是迪士尼工作主題 然後這邊是木蘭 知道李文喜好 卡片封面精心設計 集結李文1975年至今的專輯封面 還有不少粉絲知道李文喜歡紫色 告別是現場還營造成美麗的紫色花海 歌曲然後就一直播 然後就是還有點麻木 可是其實然後大概過了兩天後 其實反而會有一點不敢打開來看 因為就是很怕一聽到就會想哭 就我們喜歡Coco25年了 然後就是一定要過來送它最後一程 就一定要一定要過來看看它 世界各地粉絲在殯儀館外枕不住哽咽 而李文告別式一照是由兩位姐姐親自挑選 演藝圈前輩珍妮等人也將協助扶林 白髮人不能送黑髮人習俗 李文媽媽不會現身告別式 而李文老公Bruce沒有出現在流程名單 會不會出席也引發關注 三新聞林靜庭光聲譽 香港報導